好了我们来看到这则电视墙 来这个不妙了 是绿色的不妙了 民进党现在非常的忧心 因为国会很难过半吗 一个问号 关键的议席分裂的危机 现在是非常的可怕 我们往旁边看这个风传媒的报道 写了什么呢 他说赖清德除了拼总统当选之外 国会充办也是要主要目标 不是只有一个总统 那不过据了解 立委初选结束之后 党内就开始评估了各项的数据之下 民进党2024年要延续国会过半 难度不低 有一位党政的高层就分析了 目前有两个关卡卡住了 第一个是初选造成的伤痕 还没有抚平 其次总统大选三分天下 在气势上面难以直接冲过得票率的过半 更何况还要带着立委一起过半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变因 所以对于绿色而言 他们也有他们要团结的地方 那往旁边一看 现在是哪里在做分裂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我们的高家瑜 很多人都觉得港湖少了一席没差 就好像要牺牲高家瑜可以 但少了这一席背后代表的可能就是在 绿营国会不能过半 所以是相当重要的 目前呢 和党主席赖清德没有开口 没和他开口 自己不会像有一些天生命好 会有人帮忙铺路 什么都要靠自己 因为就是孤勇者的命运 但其实这句话也显示出一个问题就是 刚刚看到这个照片 他跟赖清德相当的好 但是又现在遇到问题了 怎么感觉赖清德 他不向他求助 还是说另一个层面是 找他求助也没有用 好旁边看到 现在的对手 立委高家瑜的对手有谁呢 除了我们对外来讲 就是我们国民党的提名人 李燕秀之外 对内还有台湾激进的台北市党部主委 吴欣代 所以他对于自己而言 他的选战选情也是相当危机的 我们往旁边看到现在这个地方 另外还提到什么 就是有人批罗志强是政治渣男 是谁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 不过罗志强的子弟兵就很酸回去了 他说什么 那他要拜托民进党了 征召从新北土城跑来台北选议员的 政治渣女简书培 这样子才能把他 看 这样才能 看把打罗志强的魁力标 砸到简书培的身上 所以整个过程其实现在选情还是沸沸扬扬 很多事情都不断的火冒四射 看到旁边 黄近平现在邀徐晓星来扫街 希望可以攜手进国会 挖出蔡英文的大秘宝 什么大秘宝呢 桃园市议员黄近平 他现在挑战立委初选的提名了 他就拉着台北市议员徐晓星 一起扫街拜票 还唱了王兴玲的招牌歌曲 爱你 那徐晓星则是希望说 可以进到立院组成国会 最强监督连线 那么现在解密蔡英文 执政时期的大秘宝 包含了BNT的采购疫苗 和NCC主委陈耀翔 这些年来对于媒体 钳制新闻自由的真相在哪 我爱你 每被情話都說一遍 想我就多看一遍 表現多一點點 讓我當時的關鍵 把你手說一遍 想害你不知一遍 做一遍讓我情願情願很愛你 國會要有極戰力 那國會要有新的力量 那要比過往都還要來得 更強的監督力量 如此一來才能夠解密過去 蔡英文執政時期 有很多的大秘寶 很多的秘密都被掩蓋住了 包含BNT的採購疫苗 包含NCC主委陳耀祥 這些年來他們對媒體 到底做了什麼 潛質了新聞自由等等的真相 是很多民眾希望看到明代 進到國會之後可以挖出來的 書籍 文章 文章